我們公司Shopping99 其實從2000年到現在 經歷了18年 從彩妝、保養品、包包、衣服 專櫃名品、生活小物 一直賣到醫美、SPA票券 從線上一直做到線下的整合服務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是協助 整個實體店家的產業服務提升 因為我們發現 我們大量的把人從線上賣了非常多的票券 導到了線下實體店 但實體店的服務品質 其實沒有辦法提升 那我們看了Uber這樣子的模式 我覺得在中間必須要有一個好的APP 協助店家也協助消費者 完成這個交易最後的一領路 第一個部分是預約 因為預約對店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繁瑣的流程 對消費者來說也是 他必須要打電話 我們透過這套系統 其實讓兩邊在線上一下子就處理完 第二個階段是和銷 讓消費者不用再帶紙本 也不需要再準備其他東西到店裡面 直接拿手機就可以完成這個動作 第三個部分其實是評價 當服務完之後 消費者可以對店家做真實的評價 同時店家也可以對消費者做雙向的評價 讓兩邊因為這個過程當中服務品質而提升 對店家來說他最大改善就是 第一個他省去原來人工要做的通知 包含紙本上面的記錄 最後要打電話的通知 然後第二個對店家來說就是他的空床率會降低 因為全部透過APP我們有預約 然後又有後補的機制 當一個人可能提前知道有事一取消 系統自動就會把它補上 那這樣子對店家來說是一個最棒的結構 那對消費者來說他只要購買按個鈕 他就可以等著通知 五天前通知三天前通知 然後當天也通知他要稍微寬鬆一點 所以對消費者來說 他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服務 很謝謝政府讓我們在參與這個過程當中 除了經費上支持以外 最重要的還有很多寶貴的意見